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尽管特朗普还没承认败选,但是拜登已在准备内阁成员名单 在拜登提名的内阁成员名单中,因为美国国务卿第一部长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国务卿一直特别引人注目,现任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被布林肯取代 布林肯取代蓬佩奥,对世界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个人认为当然是好消息 在美国国内,蓬佩奥开始被美国媒体称为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之一 后来连之一也取消了,变成了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 何为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 以个人理解,任何人担任美国国务卿都会比蓬佩奥干得好 在国际社会,蓬佩奥被称为人类的公敌 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蓬佩奥是人类共同的公共的敌人 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就与蓬佩奥势不两立,水火不容 蓬佩奥终于要下台了,人类一定会像宋温神一样 在蓬佩奥下台那天,机长相庆 蓬佩奥纯属外交素人,因为及时变脸,被特朗普招安 一跃而成美国中情局局长,因为善于拍马屁 又被特朗普送上国务卿的重要岗位 从来没有外交经历和经验的蓬佩奥 把中情局欺骗、撒谎、盗窃的本性带来了国务卿的岗位上 不断在世界各地传播政治病毒 走一方、黑一方,成为了人类的公敌 最近,蓬佩奥从欧洲到中东 他展开了十天七国密集出访 但有外国媒体却将这趟长差冠为告别之旅 而且,行程中的确不乏别有用心的安排 效果也异常尴尬 蓬佩奥不仅在法国遭遇外交遇冷 还在土耳其出访,却没见成政府官员 并且,美国访问的国家均向拜登胜利发出祝贺 对于蓬佩奥的访问 各备访问国家只能给予低调接待 或者零欢迎一事 有媒体总结称 蓬佩奥出访除了尴尬就是争议 甚至土耳其更是建议美国照照镜子 蓬佩奥的离任前访问 无一注定是以悲剧收场 面对一个日泊西山的特朗普政府 特别是与拜登关系极度对立的政府 美国盟友或者伙伴 不可能因为特朗普给自己与拜登政府设置障碍 甚至越是对特朗普政府冷淡 越能让拜登满意 所以,蓬佩奥注定不会被重视 但也说明一个事实 那就是特朗普政府以大势以去 特朗普政府各种行为都是秋后的蚂蚱 蹦跋不了几天 现年58岁的布林肯快来了 蓬佩奥必须得走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 布林肯都比蓬佩奥靠谱 资料显示 布林肯毕业于哈佛大学 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此人深得美国商界决策者的支持 其所提出的相关建议 也多是为了给商界谋求更多利益的 据悉,早在奥巴马掌握大权之时 布林肯就是美国一些重要决策的设计者 他深得奥巴马的信任 所以很多专家认为 如果布林肯当选国务卿 他不会像蓬佩奥那样 疯狂地挑起意识形态的对抗 他会在经济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施 布林肯还被称为温和的中间派 这与被外界称为疯狗的蓬佩奥 派若两人 2009年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时 布林肯是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每天与拜登一起参加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情报简报会 成为直接影响美国最高决策层的人 2013年奥巴马连任成功后 布林肯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主理 2014年担任常务副国务卿 布林肯在安全和外交领域的经历 实在不是蓬佩奥这个外交素人所能比拟 布林肯被拜登提名为美国国务卿 一方面是布林肯和拜登私交很好 有近20年的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事的经历 更重要的方面是布林肯的外交经验非常丰富 拜登和美国需要布林肯对蓬佩奥的鲁莽外交拨乱反正 布林肯能从常务副国务卿成为美国国务卿 应该不是拜登任人为亲 而是布林肯实有其才 相比蓬佩奥上蹿下跳 到处狂吠乱咬的野蛮外交 布林肯带给世界的肯定 是与蓬佩奥不一样的美国外交 一些分析人士预测 如果拜登任命布林肯担任国务卿 那么美国很可能不会再使用川普极限施压的政策 他们会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 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会缓解大陆目前的压力 却不利于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相比于民主党的温水煮青蛙策略 川普所采集的开水煮青蛙政策 才能让我们国内的企业更快地清醒 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 大陆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美国的想象 即便是拜登上台 他也不会放松对华为等大陆企业的打压 中美的蜜月期早已经过去 虽然全球化将中美两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美国对于大陆的发展已经开始警惕 为了不让大陆成功超越自己 美国必然会加大打压大陆企业的力度 不论是鸽派还是鹰派 他们对于大陆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 而这种态度也决定了中美未来关系的走向 所以世界也不必对布林肯担任美国国务卿 抱有过高的期望 太多的奢望 如果拜登和布林肯靠谱 世界各国可与美国合作共赢 如果拜登和布林肯 还是像特朗普和蓬佩奥一样要乱来 世界各国完全可以不离美国 尽管让美国在众矢之地 顾家寡人的道路上狂奔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1月24日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站刊登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文章 美国外交政策将由中国决定 而不是拜登挑选的布林肯和沙利文 文章提出 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有所减弱 这并不是因为这次或上次大选结果 而是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 正迫使华盛顿走上这条道路 其中主要是中国的崛起 而从长远来看 华盛顿的领导人 要么主动克制 要么最终被迫克制 与特朗普外交政策团队挑选共和党中 偏激人物形成对比的是 布林肯和沙利文处于民主党主流阵营 喜欢向对手展示美国的实力 尤其是向正在崛起的中国 他们也对某些领域的合作持开放态度 更倾向于与盟友友好合作 而传统观点和纽约时报等媒体认为 拜登上任后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终结特朗普时期 许多推崇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政策 回归承诺开放市场 愿意保护和接触盟友 渴望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的冷战后攻势 拜登获胜确实预示着 特朗普此前表现更为大胆的 部分美国外交政策将与拜登的前上司 奥巴马时期更为一致 但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自欺其人地认为 特朗普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也不能认为这次大选的结果 将使美国的角色发生转化 比如 尽管特朗普在美国对韩国等盟友的承诺上 牢骚满腹 但美国的同盟结构仍未改变 不过这并不代表会一直保持现状 未来几年 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 这并不是因为这次或上次大选结果 而是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正迫使华盛顿走上这条道路 其中主要是中国的崛起 1990年美国GDP是中国的17倍 而根据不同衡量标准 中国已经或将在未来10年左右超过美国 华盛顿的鹰派和鸽派就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 无论哪一方获胜 想将美国的实力维持在同一水平都是幻想 美国已经对韩国和菲律宾等盟友感到愤怒 因为他们更愿意与中方和平共处 而不是力图制衡 未来这种挫败感还会增加 11月中旬 中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5国 刚刚签署了占据全球GDP总量 约三分之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全球政治格局 巩固北京作为亚太地区中心的天然地位 与此同时 在美国盟友的范围之外 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 比如美国过去一直是中东霸主 但现在美国孤立伊朗的施压策略受到了中医关系限制 中国崛起创造了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现状 这些不会因为有人不想就被抹去 未来几年 美国领导人将必须认识到 单方面孤立的流氓政权时代已经结束 东亚的未来将更多的取决于中国而非美国的行动 而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拒绝接受这样的现实 还去奉行试图维持美国霸权 但只会导致严重贸易争端 甚至战争的政策 那些希望美国外交政策不那么好战 不那么咄咄逼人的人士 应该致力于防止上述最坏情况发生 从长远来看 华盛顿的领导人要么主动克制 那么还有处理好的希望 要么最终被迫克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